张化线和云林线之战,双方在前四局都是零分,五局上半局张化线进攻,七八九棒连续安打,同时还云林线一次失误,造成张化线先尺得点。 张化线的投手黄顺德在这场比赛里面使对方有十几次的三振,表现很好,中场张化线以1比0击败云林线。 台中市和台中建制战,台中市已3比1获胜,在第一局一开始,台中市的刘宗复就击出了全雷党。